11年前名模林志玲在大陆拍攝廣告 卻不慎摔马受伤肋骨七处骨折 最后还是由SOS医疗专机再送回台治疗 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管子 许同学躺在澳洲当地医院的家户病房 今年2月突然昏迷想回台治疗 但是医疗专机加上医药费 算一算将近300万元 一般老百姓根本无力负担 出国前整理行李箱 满满药袋里 从小眼止痛 感冒药 胃药 刀伤 甚至透气胶带应有尽有 就怕有个万一 出国旅游发生突发状况 人生地不熟 究竟该怎么办 买的是旅游险的话 它就只有达成大众交通工具才有理赔 我们在坐在游览车上面 游览车属于包车的行为 所以你把车上面受伤是不减肤的 对 旅游平安险 它里面的减肤说 不管你在走路或是剪指甲受伤了 它都有几肤 旅游受伤SOP 首先当然是立即就医 诊断证明书正本至少申请三份 保留医院缴费收据 导游领队的书面报告 资料备齐就能申请保险理赔 常见的食物中毒 只要有医生证明 住了旅游平安险 本身就有理赔之位 如果家保旅游不变险 就会另外有6000元慰问金 一定要减负正本 正本通常只有给一张而已 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跟所谓的医疗机构 这跟他讲说我要两份或是三份 出国玩就怕行程中发生意外 事前做足功课 才能避免遇到紧急状况时乱了手脚 毕竟谁都希望快快乐乐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 记者刘龙生张若宇台北报道 本没电影 请不吝点赞 Technical 谢谢大家